1878年 一艘名为鹦鹉罗号的美国大货轮 从旧中国上海船部缓缓出港 汽笛轰鸣声中 一个洋鬼子向岸上招手之意 心中却在微微笑着 赞别了 满地黄金的大清帝国 你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旧金山 这艘货轮的最终目的地 正是美国旧金山 那个让无数华人劳工 喝死一箱的罪恶之中 货轮满载金银珠宝 器皿 丝绸 茶叶 精美瓷器 各种工艺品等贸易物品 扬帆加速 逃离了上海港口 洋鬼子手持文明棍 面带微笑 缓缓走下甲板 走进货舱 他情不自禁地抚摸着 每一件精美的物品 用放大镜仔仔细细地琢磨着 嘴里念的 伟大的大清国人民 头脑真是不可思议 怎么能做出这样巧夺天宫的物品 这是上帝的恩赐 怎么能落到腐朽的大清皇帝手中呢 还是我带走比较合适 想到此 他哈哈大笑 鹦鹉罗号一路全速前进 数日后便抵达公海领域 这一日 大胡子养鬼子 正在甲板上品茶做美梦 火轮大副跑过来报告 罗伯特先生 侏罗舱中有两个染力气病的 奄奄一息 怎么办 罗伯特厌恶的一挥手 快扔下海 别传染了其他的侏罗 大副一点头 转身要走 等等 罗伯特叫住他 又吩咐他 就说是治病 单独拖出来 千万别引起其他侏罗骚动 不一会儿 两个水手从货舱底层 拖出两个面黄鸡兽 衣服破破烂烂的中年人 原来所谓侏罗就是被天杀的 罗伯特一般人 骗去旧金山发财的中国劳工 只见到了船舰边 两个水手一较近 奄奄一息的两个中国劳工 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 被顺手丢下大海 在水中激起几朵小浪花 煞时失去踪影 天渐渐暗下来 红日一转眼掉进了大海 湖边的海浪死黑玻璃般涌来 拖起鹦鹉罗号货轮 石高石滴地向前方航行 海风呼呼地刮着大帆 支支扭扭地想着 夜空一片死寂 看不见一只海鸟飞过 罗伯特特意跑到驾驶室问了问 前方海域属于深海区 没有任何可疑的礁石 兵坝等威胁物 就命令加速前进 到了后半夜 除了两个驾驶员 船上都静悄悄地沉入了梦乡 罗伯特正在坐着 他的衣锦还乡的黄金大梦 忽然听到砰的一声巨响 只感觉船身猛的一颤 把罗伯特从床上 一下子撂到地板上 摔得他差点背锅起去 罗伯特一边揉腰 一边打着蝶蟹跑到驾驶室 只见两个驾驶员跌坐一团 从驾驶室望出去 在高翻灯的照耀下 清晰地看见一艘高悬着 血红骷髅头标起的 18世纪大型独木舟样式的 乌黑帆船 正狠狠地抵在 鹦鹉罗号过船的腰部 没有等罗伯特看明白 一个船员惊恐地大叫 不好 是海盗船 罗伯特脸色大变 立马响起了他的满船珠宝 气急败坏地叫道 快快快武器防御 然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 对面船上还是一片死寂 没有任何声响 也见不到一个人影 除了那面红的 仿佛滴血的海盗旗 在高空中烈烈卷动 一众手持枪械的船员 躲在甲板上 也渐渐有些松动 罗伯特躲在驾驶室中 手握着银制的十字架 命令船长 杰克过去查查 杰克应声带着几个好手 全副武装的摸进海盗船 一通搜索 过来报告 船上空荡荡的 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只有船体完好 罗伯特松了一口气 这时听见底层货舱一阵惊叫 那些华人劳工骚动起来 原来由于海盗船撞击力度过大 把货轮船体撞出了一个大口子 海水正鼓鼓地灌进来 并且随着海水压力过大 裂口逐渐在扩大 眼见这艘货轮要船体 罗伯特闻听 着急加上火 差点没有隔屁过去 等他清醒过来 不由破口大骂那艘倒霉的海盗船 骂着骂着 他眼珠一转 突然梦醒似的一把抓着杰克 快把所有的珠宝挪到那艘海盗船上 杰克愣了愣 明白过来 爵士 你想我们搭乘那艘海盗船逃生 等把所有的器物搬过去 海盗船已是满当当的 容不下更多人手 罗伯特一咬牙 不要打开底层货舱 让那些侏罗自生自灭去吧 算是给海王爷的祭品 上帝又丢了数十万美金 随后 他命令捷克驾驶海盗船 全速脱离鹰鹉罗号货轮 最快时间走得越远越好 随着远走 回头可见 货轮在原地渐渐打着线 进水下沉 先是靠近破洞的船尾部分 吃水过多没入水下 船头倒立起来 舱底的数百名华人劳工尖叫 哭海声一片 在夜幕中声音极是嘶哑恐怖 半个小时后 沉船区形成极大的黑色漩涡 海浪滔天 不见一丝痕迹 罗伯特在远离的海盗船上 颓废地看着 面色一派似灰 忽然 远处沉船区一声滑破夜空的长丝 仿佛一匹巨大的黑影 应声跃出海面 向海盗船急驶而来 疏忽已到跟前 对着罗伯特穿体而过 眨眼失去踪影 罗伯特喝声大叫 身子一软 昏死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罗伯特渐渐苏醒过来 他挪动沉重的脑袋 从地板上爬起来 走上船头 只见红霞满天 海浪无银 碧波轻扬 罗伯特深吸一口气 看见远空一些 类似海鸥的飞行体 自由滑翔 偏偏而来 他看看船顶 血红骷髅头的海盗旗还在 不由扭头叫的 杰克 快来 把旗子换掉 船上静悄悄的 罗伯特又叫了几声 仍然没有杰克的踪影 他恼怒的走进船舱 奇怪的是 从船头找到船尾 诺大的海盗船 再没有一个船员 只是珠宝都还在 罗伯特倒吸了一口冷气 联想到这艘海盗船的来历不明 不禁腿肚子打转 几乎站不起来 他又找了一遍 仍然没有 难道说 所有跟随过来的船员 包括杰克 都弃船而逃了 可是这茫茫大海 能跑到哪里去呢 罗伯特还没有想明白 就听喷的一声 船身抖动 不好 难道又撞船了 罗伯特拔腿跑上船头 只见一艘四层相识的轮船 拦腰撞在海盗船上 一阵呼啦啦的声音 破空而来 罗伯特一抬头 那些刚才还在远空的海鸟 迎面而至 团团绕聚在血红的 骷髅头旗子周围 越稳越大 不对 罗伯特再仔细一看 巨大的薄叶连体飞行动物 头颅短小 有四肢和长长的尾巴 好像是黑蝙蝠 黑蝙蝠似叫着 翻滚着 传出一阵阵动人心魄的叫声 随着叫声 对面船上陆续爬出 一群群怪物 肿胀的身体 惨白的肤色 躯体上还覆盖着 一层深色的部类物质 面部朝下 匍匐前进 头后有一根根黑色的尾巴 不对 是大清国人的辫子 罗伯特仔细一看 对面的搜船 可不正是沉水的 鹦鹉罗号货轮吗 怪不得那么严熟 那么 也就是说 那些爬行怪物 就是昨夜随传淹死的 华人劳工了 只见爬行的尸体 一步步爬过来 罗伯特不禁吓得后退几步 正好撞在一个人的身上 杰克 罗伯特喜极大叫 一扭头 顿时合不拢嘴 杰克 蹊跷流血的死杰克 伸直着双手 狠狠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掐得他喘不过气来 不仅仅是杰克 刚才找不见的一批船员 都蹊跷流血的僵直走来 有的掐脖子 有的张开 血盆大口咬来 罗伯特顿时吓得大小便失禁 一口气憋不上来 失去了意识 弥留之际 他瞥见船顶的巨大黑蝙蝠 嘎嘎起舞 煽动着巨型的黑色肉翼 有如死神的使者向他扑来 从那以后 罗伯特和他的鹦鹉罗号货轮 踪迹全无 只听说 沿海一带的居民 常常会在大风暴中 碰到两只死寂的海船 如幽灵般荡来荡去 夏季风吹过海滩 带来一阵阵欢笑 夜幕下 美丽的旧金山北滩灯红酒绿 歌舞升平 这里居住着许多异移民 早上还算安静 但中午过后 整个地区便开始热闹起来 而从黄昏到深夜 更是北滩最喧闹的时段 白天可以坐在咖啡或餐厅的露天座位上 享受咖啡 意大利面和蛋糕 晚上可以在华盛顿广场 饮酒或享用晚餐 在北滩 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 旧金山市的意大利风情 王胖子一脸无辜的偷窥 身边走过的各色美女 吃起意大利面来 更像一头八百年 没有喂过式的猪 招惹的周围的人们 不停地怯笑的 气得我牙根痒痒 只好装作不认识的 但是这还不止 他一边看 还一边冲我叫 老胡 五八一 再来一份意大利面 要不蛋糕也可以 我快饿扁了 现在是白天 下午四点钟 我们坐在游历露天餐厅里 一边休息 一边等施里扬来捧头 施里扬去 就金山最大的精神科医院 三藩医院 去探望陈教授去了 走时说 大概下午就回来 最近三藩医院 来了一位世界文明的 精神病客座教授 虽然我们明明知道 陈教授的发病历史 但施里扬他 还是抱着 说不定能治好的愿望 送陈教授去应诊问 自从来到美国 我和胖子百无聊赖 一天到晚 除了吃了睡 睡了吃 就是四处溜的 我们手头 还有点积蓄 并不急于挣钱 施里扬的家底 也十分丰厚 他父亲留给他的产业 涉及多个行业 方方面面 都有相当多的高手 在为这个家族集团服务 年营利润极高 虽然施里扬有意 让我和王胖子 下架到他的企业 去锻炼 说不定三两年 还可以搞个行政经理 什么的荡荡 王胖子性质颇高 可是我明知道 我和王胖子 是吸狗屎 胡不上墙 又闲散惯了 就没有应声 施里扬明白 我是放不下 大老爷们的臭架子 也就不再作声 反正刚来美国 就任由我们东游西广 熟悉熟悉 当地的环境 这不最近 把住宅附近的 唐人街逛透了 就逛到北滩来了 想起以前的探险经历 恍如一场噩梦 也许是噩梦太长了 梦醒后反倒感觉 那一切太不真实 而且从上次 在昆仑山凤凰神宫脱险以后 我老是有种 不太真实的感觉 以前的往事 再也不想提及 包括大金牙 明书 香香这些人 在心中也好像 只剩下一丝丝影子 把他们的联系电话 也给弄丢了 王胖子倒是一副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没心没肺的 吃完个没够 他有心找个老婆 可是语言不通 只好大探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 没事做的日子 过得实在是漫长 我慢慢地喝着咖啡 顺便职业病逝地 看了看四周的地形 老外崇尚公墓葬法 一片公墓 可以容纳数千 甚至上万的葬者 一行行紧凑的墓碑 倒像是凌厉的多古诺纸牌 仿佛风一吹 就会暗次序倒下 从空中俯瞰就金山 这座城市就像错落有致的水边大风潮一样 全长2737米的金门大桥 横跨金门海峡 恶魔岛 鱼人码头 北滩等依附在城区周围 城区中心的街道 呈格子状 向东西 南北伸展 马基特大街 是最繁华的商业街 金门路有很多高层建筑林立 蒙哥玛丽街 及其附近地区 为金融区 被称为西部华尔街 高52层的美洲银行大厦 就耸立在这里 城东北部为主要住宅区 街道迂回曲折 坡度较大 从分布情形来看 旧金山就像一个未成型的两节怪虫 趴附在水边吸水 虽然三汉市内地势起伏 共有大小港栏42座 主要山丘双峰山 戴维森山和苏特罗山等 海拔在270米以上 但是它是个海港城市 三面临海 水域面积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 市区与周围城镇 以桥梁相连接 这些山丘也就够不成大的气候 根本没有龙脉可言 并且东西方墓葬有很大的差异 这些洋鬼子根本不懂风水学之说 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大型可供探宝的墓葬了 夜幕不知不觉降临 北滩更加热闹 来来往往的美女穿着暴露 把王胖子看得大传计 王胖子情不自禁地厌了一大口唾沫 在桌子底下踢了踢我说 死老胡 吓神呢 又想什么美事 不理我 见我不理他 胖子又说 要不 等一下 我们去看芭蕾舞吧 我呵呵怪笑着说 色狼 你是想去看美女吧 王胖子脸一红 眼皮连眨都没眨一下 就说 切 谁像你老胡那么色 正在这时 只听见一股风势的人声吹过 快去看 金门大桥又有人跳海了 有部分人向金门大桥那边涌去 我不禁一愣 原来老外也有这种想不开的癖好 王胖子一把抓住我 急不可耐地说 快走 去看是不是水鬼上身了 去 我骂的 就是水鬼也是洋水鬼 你管得了吗 话虽如此说 我还是和王胖子一起追了过去 挤乘车15分钟即到 在靠近桥深一边的尖兵堡 我们看见金门大桥中部位置的桥边上 横跨着一个瘦弱的女子身影 灯火昏黄下 长发飘散 仿佛风一吹 就要斜落桥下的万丈深渊 我还没有看明白 忽然身边的王胖子尖叫一声 哆哆嗦嗦地向那女子指针 说不出话来 我不由心头一紧 据资料调查 自1937年5月28日贯通以来 全长三公里连接旧金山和马林夹角的金门大桥 就成为全球首选的自杀胜地 已经有1200多人 从桥上纵身跳下70多米高的海面 在桥上 你潜藏的自杀倾向 有可能随时会被唤醒 有一位年轻的父亲抱着两岁的小女孩 原本好好地走着 可是忽然 他把孩子扔下海 自己随即跳下 没有任何先兆 也没有任何理由 有些人会留下自杀的理由 我最喜欢这个人的理由 无他 牙痛男人而已 还有些公众人物 会来这里死给公众看 其中包括前美国副总统戈尔的好朋友 Wayne Derrett 以及那一大牌维多利亚的秘密的创始人 Role Raymond 许多自杀事件都无法解释 自杀专家Richard Sidon说 许多数人认为死在金门桥下很美 很浪漫 而Jerome Mato 则从视觉出发 找到他认定的原因 站在金门桥上 你会产生美妙的幻觉 认为跳下去将会是干净 平静 柔顺的死亡 据记载 第一宗自杀案发生在金门大桥 开通刚刚三个月的时间 一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 哈罗德沃伯 与他的同伴来到桥上 静默了一会儿 他突然说 这就是我要往下跳的地方 话音刚落 他就一个逾越从桥上跳了下去 从那以后 自杀者频频出现在金门大桥上 心理学家和自杀问题的权威专家 理查德塞伊德认为 这座桥是绝佳的自杀地点 你根本不需要敏捷 只需一跃就可跳下桥去 你只需来到这里 紧紧走出桥面 就可心想事成了 位于旧金山对岸的 马林县的验尸观说 每周平均有两起 从桥上跳下的自杀事件 实际数字也许更多 自杀者从桥上跳下后 就会入了滚滚的浪涛中 尸体随着巨大的海潮 被冲入大海里 人们永远也别想找到尸体 王胖子叫得如此恐怖 连我也吓了一大跳 顺着他的手指看去 只见那女子身影飘飘乎乎 根本看不清他的面孔 他只是那么呆呆地侧坐着 在海风洞当中 瘦弱的身躯 仿佛更像是一个 没有分量的白色纸人 他的其中一只胳膊 也随风飘起来 一只胳膊 空的就像在凤凰神宫 被火蜥蜴撕掉 一只胳膊的阿湘一样 是个独臂人 阿湘 我突然感觉不妙 那个身影怎么越看越像阿湘 似乎这时 王胖子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和他几乎同时对视了一眼 难道真是阿湘 胖子一个翻身 抢先向桥上跑去 金门大桥 全长约2.7千米 高227米 是世界上最壮观的大桥之一 被视为就金山的象征 在1848年 这地区发现金矿以后 涌现的淘金热的年代 这座桥如同是通往金矿的一扇大门 因此被命名为金门大桥 大桥有六个车道 平均每天有十万辆车的可流量 这时已经被文讯赶来的警车阻断了桥的两头 桥上风很大 桥的两侧 设有约1.2千米长的步行道 胖子在我前面 一矮身从步行道上窜过去 刚跑了一半 就被手持警棍的警察拦住了 因为语言不同 无论怎么说 那个警察就是不让过去 还要我们后退到桥头警戒线以外 胖子气得一边比划首饰 一边大骂 这里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 那个欲跳海的身影 确实像是阿湘 虽然如此 看不到面容 我还是不敢断定 毕竟这里是美国旧金山 而阿湘极有可能在昆仑山脱险后 就和他干爹那个老油条明书 回北京养伤去了 两地相差十万八千里 而且我们脱险后 直接就随尸里扬来了九金山 没有和任何人联系过 阿湘又怎么可能突然在这里出现 还要跳海呢 我越想越糊涂 真他妈的怪事 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躲到这里还不让人放松 说话间 忽见那个身影转过来 用仅存的那只手 向我们这个方向指点着 他附近一个劝降的警察头子 对着手里的对讲机 讲了几句话 我们就给放行了 很快 我和王胖子就跑到了身影附近 来不及细看周围的一大堆警察 胖子就叫道 阿湘 是你们 那身影缓缓地转过来 黑发遮掩下露出一张苍白的面孔 是阿湘 可是这张面孔 抽搐中却有丝邪气 我不由打了一个寒颤 仓促间又说不出哪里不对 那张面孔就这样直直地看着我们 一点表情也没有 胖子叫道 阿湘 快下来 有什么想不开的 不是想我们想得太狠了吧 死胖子这时候还有心开玩笑 阿湘的脸抽搐着 咧嘴笑了 他挪了挪身子 慢慢站起来 仿佛准备要走下来 突然从他的眼睛里流出两道细细的血线来 身子向后一折 就好像上半身忽然断了 一个翻身从桥面上跌落下去 桥上的人群不灭而同 发出一声惊叫 向前涌进 只见 阿湘在风中飘飘摇摇 像断了线的风筝斜滑出去 就落到了滔滔江水中 随波漂流了几步 疏忽沉下水底 仿佛有个巨大的怪物 在水下一口咬住他脱了下去 再也不见漂浮起来 事出突然 我和胖子都傻眼了 却说阿湘突然跳海自杀 桥上一阵大乱 事情变化太快 我都没有到底确认的 是不是阿湘 怎么会渡阳过海 跑到金门大桥来跳海 和我们有没有什么关联 死的也太不明不白了 警笛大名 一群警察就把我和王胖子 团团围住 王胖子还不没弄清楚形势 对为首的黑人警长叫道 妈的 还不赶快跳下去救人 为我干什么 我讽刺的笑了 妈的 胖子 你还真会开玩笑 让他们跳海救人 你脑子袖抖了 是不是想趁乱再弄死 几个资本阶级的走狗啊 你跳下去试试 胖子被推上警车 边扭头对我说 死胡子 你到底还有没有同情心 被这座万恶的吃人 瞧吃下去的可是我们亲爱的 社会主义的花朵阿湘啊 难道眼睁睁看着不救 这不是我胖子的一贯作风 我也被推上了同一辆警车 道 你就平吧 怎么救 跟他跳海 动动脑子 到了警察局 看你怎么应付盘查 你这个游手好闲的社会主义注冲 胖子也不吭声了 透过警车玻璃 只见一架警用直升机飞过桥顶 向金门海峡下游飞去 还找得到阿湘的尸体 总之 事情不明不白 透着几分邪气 我使劲摇了摇头 折腾了好一阵 我们被带到了就近的曲金门警局 一路上 我们就商量好 为什么我们都死不承认 给他来个死鸭子 最硬 最好磨蹭到 尸里洋杆回来保识我呢 那个大哥黑猫警长 一路上坐在警车前排死 瞪着我呢 不论他用英语问什么 我们也听不懂 王胖子居然还学会了一句 切口对付他 说什么黑猫警长 我有权保持沉默 有事问我的律师 我们被带到警局 应该叫协助调查 问题是连坠江者 是否阿湘都没有真的弄明白 怎么协助调查 一到警局 我就要求打电话给我们 在旧金山的拘留监护人 尸里洋要求他出面来解释问题 事情到了这一步 再不放下臭男人架子是不行的 说明我胡八一还是知道好歹的 两个小时后 尸里洋总算携同他的律师赶到警局 把我们两个流氓无产者 从罪恶的联邦窑子中保释出来 在回程中 尸里洋听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一路无话 脸色显得十分沉重 他告诉我们 关于陈教授的病情有了新的进展 那位著名的精神科教授罗伯特先生 要邀见我们相谈 正在这时 尸里洋的手机响了 原来根据我们提供的信息 黑猫警长已经联系到了 远在北京的明书一干人 但是事出意外 黑猫警长要求我们 立即返回警局协助调查 又是协助调查 他奶奶的能不能换点新花样 又要把我丢进 罪恶的联邦窑子里去 尸里洋话还没说完 王胖子就怪叫起来 我不满地看了胖子一眼 同志 在我们敬爱的尸里洋面前 尽量保持口齿干净 虽然我知道你不可能做到 话虽如此说 尸里洋还是掉转了车头 黑猫的败事效率挺高的 在警局办公室 我们见到了从北京方面 传过来的人事资料 可是结果让我们大失一惊 从资料上显示 明书和阿湘回到北京后 不久就遭受了意外事故 先是明书的小儿子 一天傍晚在住宅附近遭到抢劫 奇怪的是他身上的金属事物和钱钞都没有丢失 只丢失了一块佩玉 头颅却不见了 从窗口面来看 不像是刀割腐杂 却像是某种生物一口咬掉的 至今还没有找到 事隔一天 明书居住的宅子发生了可怕的火灾 全家人葬身火海 现场扒到五具尸体 经过比对证明 分别是明书 明书的二儿子 司机 飞庸 以及他新屁用的保镖 现场没有找到明书的干女儿阿湘的尸体 却另外发现了一具黑胶的干尸 尸检认为死者是三十多岁的一名女性 而且死亡时间在一个月之前 令人不解的是 这具干尸死后发生过极其肿胀的痕迹 火灾后显出皮肤大量收缩折叠的现象 雪迷了 韩淑娜 死在昆仑山冰川的明书的情妇 看到北京传真过来的照片 我们三人不由同事惊叫 明书这个老痞子 怎么可能在冰川中找到韩淑娜的尸体 并把他带回北京呢 这不是找仇吗 想到我们千辛万苦 才把这个老家伙和阿湘救出昆仑山底 这一下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他奶奶的 事情太邪门了 阿湘属于失踪人口 连同失踪的还有明书的大儿子 也就是说 现在找不到跳海的那具尸体 就无法确认是否阿湘 这一下可是白口莫变了 不过 幸好 整件事情发生在我们出境的半个月后 也就是说 从时间上 我们三人没有作案的嫌疑 黑猫要求我们 现在开始不能出境 保证随传随到 回来的路上 我们三人都闷头不出声 事情太过离奇 一时也理不出什么头绪 回到了位于唐人街的 失丽阳的住宅 胖子叫道 老胡 你看这件事 是不是冲咱们来的 我瞄了他一眼 你说呢 你问我 我问谁去 反正他姥姥的太邪门了 失丽阳 你说呢 失丽阳摇了摇头 一整天奔波下来 他也有狗类的 正在这时 家里的飞庸送上来一个包裹 说是上午有人送上门的 要交给胡八一同志 包裹放在我们面前的茶几上 用黄段子包的严严实实 细长形状 倒像是一幅字画 我看了看 有点郁闷 来这这么久 除了今天的黑猫警长 倒不认识别的人 谁送的呢 倒是胖子手快 一把就拆开呢 打开黄段子 里面还有一层放水薄膜 再打开 倒真是一幅 古色古香的字画 整幅作品结构为两大块斜向切入 近景以浓郁的树木为主 一头老牛在树下啃草 线条简洁流畅 笔法神妙 将那老牛温顺从容的神态勾勒的生动传神 中景有一毛设 位于林间 远景则用淡漠表现远山的山形木崖 圆 中 近层次衔接自然 渲染的虚实眼影 青烟薄雾 宛如有层青纱遮盖 使人一览之余产生了一种清深幽远 空灵舒适的远离尘世之感 这不是当初我和大金 押出十名书时 在他家看到的宋代的真迹 落霞七牛土吗 我用手遮住了灯光 果然画中那头老牛 以卧于草舍之旁 原本吃草的地方空空如也 胖子也没有见过 不禁嘖嘖称激 可是明书的话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又是谁送来的呢 不会是阿湘吧 我吃了一惊 慌忙向四周看看 还好 没有别人 听了我的解释 师律阳叫过来 飞庸细细盘问送话人的模样 谁知道飞庸大神说 他听到敲门声出去看时 就没见到人 只见这个包裹放在门阶上 还有一封信 封皮上用英文写着 送上胡八一先生校囊 这时我们才发现 包袱底下还有一封信 我刚要拿起来看 这是听到有人咚咚的敲门 我刚要打开信封 一阵敲门声传来 飞庸大神过去开了宅门 一个四十多岁的 精寿的中国男人 转过影币 影币 中国传统住宅的大门外 三十处立一道墙壁 墙上一般会有 梅兰竹菊 龙凤对寿等壁画 目的是为了拦住 主人家的风水 才气不外泄 也为了遮挡门脸 出现在我们面前 中年男人 一脸狐疑地走进大厅 礼貌地笑笑 问道 请问哪位是胡八一先生 我就是你哪位 我说 原来你就是我父亲 经常提起的 大名鼎鼎的风水学高手 胡八一先生 久仰久仰 他突然停住口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 茶几上的那幅画 惊愕地说 你怎么也有宋代的 洛霞七牛图 和我家的那幅一样 可惜我家的不久前 会于一场大火 他静止地走过去 展开图轴 翻到背面 不对 这就是我家的那幅画 还有我父亲的图章名号呢 果不其然 在他的指点下 借着验钞机的 美光灯源照射 我们发现在图轴的右下方 有一枚葫芦形的 小小印章 诗里仰看了看 告诉我和王胖子 那是用古转体 英文刻写的 明山人真的字样 明山人 是我父亲的名号 我家珍藏的古记 都用这个做标记 中年男人说 说到底 你他妈是谁 王胖子到底不耐烦了 不好意思 忘了介绍 你是王凯玄先生吧 各位应该认识我的父亲 就是和你们一起去昆仑山 找冰川水晶师的明书 我是他的大儿子 阿湘的大哥 你们叫我阿海就可以 中年男子转向胖子说的 阿湘 明书 你就是明书失踪的大儿子 我和师里杨精仪的对看一眼 阿湘呢 阿湘 跳海那个就是 阿海哭丧着脸说 原来 自从回到北京后 阿湘就被送进了医院 身体没弱还是小事 断臂已经愈合 可是他的精神受了很大刺激 经常无缘无故的昏倒 因为这趟昆仑山事故 明书对阿湘心怀愧疚 就让他暂时住在医院休养 谁知道 一天晚上 刚从上海回来的阿海 到医院去探望阿湘 却被告知 有人把他接住医院了 阿海急忙往家打电话 才知道并非明书接的 而阿湘自亲生父母双亡后 此外更没亲没故 一时也不知去向 幸好 明书采广失大 拖道上的朋友 很快就秘密查出 阿湘被一伙人 从水路辗转带出了大陆 目的地直奔美国的九金山 为了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明书就让大儿子阿海 随后秘密跟踪 一路来到了九金山 不想 到了九金山 这伙人凭空失去了痕迹 再也找不到 明书几十年生意来往 在九金山 也很有几个照得住的朋友 阿海就暂时住在一个朋友家里 等待道上的消息 在此期间 阿海获悉 北京老家发生了 一连串的惨剧变故 事情太过蹊跷 很有针对性 由于害怕再遭毒手 阿海只好忍痛掩蔽起来 密切关注事情的动向 直到今天 突然得知阿湘出现在金门大桥 阿海就慌忙赶到 当时正好碰到 我和王胖子也在场 随后出了意外 阿湘掉进大海 我和胖子被带到警局 阿海就一路跟踪 找到了我们 路上又从道上的朋友那里 了解到我们的身份 居然就是明书口中所说的 已经在昆仑山罹难的团队 合伙人胡八一 王胖子和施了一样 我们三人都听得目瞪口呆 难道说魔眼的邪性还没有解 不对呀 我们已经没感觉出什么不识了 胖子慌忙解开不挂子 背上的魔眼图像虽然不会消失 可是已经淡淡的近乎于无 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 我和诗里洋一琢磨 不对 背后肯定有一只黑手 一群来历不明的人在操作整个过程 可是明书家族踩案的现场距离这里太远 并且时隔这么久 我们不可能抓到事情的线索 话题又回到了这幅画上 看来这幅画不是阿海送来的 难道是阿湘 想起下午阿湘跳海时的蹊跷流血的彩象 我们顿时觉得毛骨悚然 王胖子慌忙往我们面前凑了凑 哎 对了 海同志 你家老妖死时丢的那块鱼是什么鱼 王胖子没话找话的问 他奶奶的 这个死胖子 总算脑筋转过来一次玩 问到了正点上 我也不大清楚 阿海挠挠头皮 好像是一块海底骨玉雕琢的贵妃寒玉吧 我弟弟有肖克吉用来治病的 什么肖克吉 胖子莫名其妙 肖克吉这是中国古代的说法 就是现在的糖尿病 据说西汉大文学家司马向儒 就得了这种病 也为老师口渴想要喝水 所以就叫肖克吉 不过古代医学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当时属于一种长期慢性的不治之症 我向施里扬和胖子讲解的 并且阿海说的那块骨玉 我当初和大金牙在明书家也见到过 说是唐朝杨贵妃日常口含的 含玉燕金 以解废格 当时还被大金牙一顿猛话 不过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只不知道凶手只抢了这块鱼具 有什么别的用处 而韩淑娜的尸体 阿海也说不清来处 看来也问不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了 我向施里扬微微摇摇头 顺手打开了还没有来得及拆开的 那风随化信件 打开信封 只见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稿纸 展开来却是空白纸张 也看不出什么特别 难不成 我拿到美光灯下翻来覆去 却还是一张空白纸 尸里扬端来一盆清水 把信纸放到桌面上 用湿毛巾沾了沾 还是一张空白纸 妈的 邪门了 难道是谁无聊透顶在耍我们玩呢 呆了半晌 忽然王胖子一把抓起来 嘴里骂骂咧咧的说 去他妈的 烧了干净 顺手拿出 择口打火机点针 我还没来及阻止 忽然尸里扬叫道 你们快看 只见燃烧的信纸声 显灵一般出现了一只巨大的鬼眼画像 在火光中一闪光 眼睛越睁越大 突然蹦出两道血线来 信纸很快烧完 鬼眼图像也随之消失了 我们都吓了一大跳 久久说不出话来 空气中弥漫着烧过之后的烟灰味道 隐隐还夹杂着一丝 仿佛信纸经过禁字的香料气息 难道说 鬼眼的诅咒真的还没有消失 跳海的阿湘天眼中流出的血线 和这幅燃烧的鬼眼图像 蹦出的血线几乎一样 阿湘在预示或者是警告我们什么呢 我心中隐隐觉得事情非常不妙 但是那里不对 一时却又说不出来 胖子勉强的咧嘴一笑 怎么样 还是我的方法正确 一事吉林 我讽刺他 是啊 胖子 你最近可真是天才儿童 百事百灵 都可以和瞎子算命比划一下了 我突然感觉房梁在转 胖子的脸也在旋转 并且越来越远 不对 他妈的死胖子 你害死我们了 信纸中掺有迷药 一燃烧就挥发出来了 我叫道 话没说完 一阵头晕目眩 恍惚中看见湿了羊 阿海 胖子都先后倒下了 眼一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不知过了多久 我慢慢醒了过来 我挣扎了一下 发现自己被牢牢困在一张旋转座椅中 双手和双脚都被一道从座椅中伸出的金刚打造的圈箍 死死地扣着 竟然完全没法奈何 再往左右一看 没有发现阿海 施里阳和王胖子倒是同样的待遇 分别被锁在两张轮椅中 只不过都还没有醒过来 我叫了两声 没有反应 想来可能是我察觉迷药稍早 提前闭住了呼吸 所以比他 他 雅醒得早一点 我只好再往远处看去 这是一个类似海底空间的宽大房间 通体是用高强度钢铁铸成的 没有窗户 只在头顶部位 镶嵌了一块一尺剑方的透明的椭圆形防弹玻璃 透过玻璃能看到碧油油的海水流荡 见或一两只鱼虾游过 胖子身后一道高压阀控制的门户紧闭 沿门框边上还紧贴着一圈深灰色的橡胶层 看来是密不透风 靠 想把我们活活的憋死在海底喂鱼呀 我苦笑着 房间内摆着的像个高层领导办公室 正对面是一张硕大的黑绿色的紫檀木老板台 办公桌 桌上整整齐齐摆着日历 笔筒 历史无声电话 书本 放大镜 居然还竖着一方五星红旗 和一方美丽坚和众国星条旗 桌后一张老板印 靠墙一溜 四只青漆游过的铁角书柜 满满当当看不清什么书类 墙角还有一只八角一架 上面挂着一顶灰色的沾帽 吃了羊和胖子 还没有醒过来 我无意间又向头顶的玻璃窗望去 我突然打了个寒颤 不知什么时候 一只怪模怪样的巨岩 紧压着防弹玻璃 从海水中死死地望过来 没有眼皮 没有睫毛 只是一只巨岩 眨也不眨 巨大的瞳孔是深蓝色的 蓝漆漆的渗人 没有眼白 我浑身的汗毛刷得立了起来 冷汗透满了几两股 突然 他向后缩了一下 我从空隙中看到 除了眼球外 居然什么也没有 那只鬼眼猛地撞过来 带着巨岩 撞在高强度防弹玻璃上 滑得一声刺耳的声响 我不由自主地向后 缩了缩身子 整个房间被撞击地晃动了一下 他又撞过来 一下 两下 三下 防弹玻璃在尖叫 我的心都快跳了出来 这时 蜜蜂门支的一声推开了 一个风度翩翩的老年男人 迈不进来 我向上一看 防弹玻璃外景悄悄的 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刚才的一切好像是一个噩梦 一只深海鱼苗 轻轻地浮在玻璃上 来回摇摆着尾巴 宛如一朵风中 摇曳的黄色的小野花 老男人微笑着 脱下沾帽 手举胸前 弯下的花白的脑袋 静静向我举了一弓 然后转身去挂灰沾帽 和黑色风格 我又心有余悸地向上看了一眼 一只布满岛沟似的血红的长舌头 猛然斜刺里伸过来 刷的一声 无声无息地卷走了 那只黄色的深海鱼苗 我啊的一声大叫 王胖子和施了一羊身子 猛的一斗 先后被我惊醒了 胖子躬身要站起来 才发觉自己被扣押了 闹不明白地转过头来问我 老胡 怎么回事 上审判法庭呢 是啊 胖子 我也是被告 庭长在那呢 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 胖子发现了 窝在老板台后面的椅子里 正用一只放大镜查资料的 那个老男人 你他妈是谁 有什么权力关押我们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社会主义大好青年 胖子吼道 他是罗伯特教授 给陈教授看病的 三藩世经神科 刻作教授 诗里洋冷冷地说 罗伯特教授走过来 用放大镜从王胖子开始 挨个仔细地 检查了我们三人的双眼 直起身来 走到桌后 放下放大镜 拿一条细白毛巾 擦了擦手说 恭喜各位 却是逃过了魔国鬼眼的诅咒 我倒很有兴趣 听听三位的立项故事 可惜我们没有兴趣讲 至少是在被审判的情况下 我直言拒绝了 不 你会有兴趣讲的 因为陈教授还在我的手中 罗伯特认真地说 妈的 这个卑鄙无耻的老骗子 居然还有这么一手 其实我还有甚多身份 罗伯特顿了顿 对诗里洋说道 比如说 尊富杨全威先生 生前所信奉的通灵术 科学教教授 通过明书 间接指示你们 攫取冰川水晶师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博物馆 名誉馆长等等 原来如此 他妈妈的这一切 从头到尾都整个是一天衣无缝的大骗局 我们三个只不过是其中几个任人摆布的棋子而已 甚至包括 施里洋的父亲 陈教授 宁书 阿湘等 我越想越可怕 一时竟无法说出话来 施里洋私生教导 那我父亲花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惊觉古城 都是你指示的 不 他是自愿的 是为了验证科学教崇高的信仰通灵术的真实性而去的 另外 还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请原谅我 现在不能告诉你们 对于养老先生的罹难 我代表科学教同仁表示深切的哀悼 科学教会在教址中 镌刻下他的伟大事迹 罗伯特表情沉重地说 妈的 你这个老婊子养得砸碎 老子总有一天让你血债血肠 吃下去的全给我吐出来 我心中暗暗咬牙 想起父亲 尸尾洋私生痛哭 还是让他哭出来比较舒服 毕竟憋了这么久 我还从没有看的想念父亲在人前痛苦失声 那阿湘的死是怎么回事 我突然想到阿湘的父母也是科学教的信徒 竟然拿阿湘做实验 如此说来 阿湘肯定是这个老婊子养的 只是手下人绑架的 阿湘的父母早在我接任科学教教主之前 就以为教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失踪了 而后阿湘流落到中国大陆 在我们的秘密监控下被你们口中的明书收养了 也为了在昆仑山探险中助你们一臂之力 他的开天眼就是我交通灵术多年研究的成果 昆仑山回来后 我们秘密把他接到了旧金山基地治疗 不料他会偷偷地跑了出去 竟然在金门大桥上失足丧生了 我们正在调查具体原因 相信不久就会有满意的答案的 罗伯特曼条斯理的解说着 话锋一转 说道 现在各位也应该给我我所需要的答案了吧 相信我 我只需要知道凤凰神功的来龙去脉 也好为治疗你们的陈教授 尽快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案 我扭头不愿意地 用眼睛示意王胖子讲给他听 胖子这会儿也听呆了 见过让他讲 无奈地嘟弄着骂了一句 轻轻嗓门 故意前沿不搭后语地讲给他听 在胖子讲的这段时间里 施尾阳还沉浸在悲痛中 我不愿打扰他 就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正好我也趁这段空隙 好好地想一想 离一离头绪 好趁机对付这个老表子痒的 摆脱目前的困境 现在整件事情比较清晰了 也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一切事故 都是在这个罗伯特 和他背后的势力 所引导控制下逐步发展的 看来事情还没完 他们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不举出来 目的肯定是一个 还不为我们所知的巨大阴谋 到底是什么 根据这些线索 我还猜不出来 从眼前看来 我们三人暂时还没有性命之用 他需要利用我们 继续为他服务 至少从他控制着 陈教授这一点来看 是这样的 只要他还有利用我们 我们就有机会闲鱼翻身 致死这个老婊子样的 胖子已经说完 罗伯特静静地听着 陷入了唇似 吃了羊 也渐渐平静下来 罗伯特动了一下身子 向我们说道 我想眼下我们还有一项交易 可以谈谈 妈的 到底来了 我暗暗想到 不禁放松了一口气 暂停一下 我打断罗伯特的话 既然你们接走了阿湘 为什么还要对明叔一家 实施灭门惨案 罗伯特看了我一眼说 不是我们做的 倒和你们有关系 明叔知道 我教的秘密并不多 罪不至死 据我所知 明叔一家的惨案 是因为胡先生 所提供给他的 发丘金业式假货 在韩叔那失变的过程中 没能起到应有的震受功效 直接导致了惨案的发生 那场大火 应该是明叔在最后关头 和雪迷乐同归于尽释放的 我呆了 真他妈的后悔 当时只是想坑这个老港农 一点源于劳动人民的血汗钱 怎么会牵扯进以后 这么巨大的背景 想来可能是明叔这个老糊涂蛋 在冰川返家途中 不知怎么就遇到了 韩叔那的尸体 可能当时阿湘感觉没有危险 基于床头感情难于忘怀 老家伙竟然把尸体带回了北京 最后还闹个他奶奶的 生不童床死同学 连累了一家人 雪迷乐只能生活在 冰川寒冷地带 这也不难解释 他为什么抢走 阿海小弟所佩戴的 万年海底 韩玉制成的贵妃约 当然这只是揣则 他有待证实 不过我想也八九不离十了 那不用说那幅 洛霞七牛图和迷要信纸 是你的杰作了 我说 三位本事太大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不好意思 我道歉 罗伯特怂怂肩膀说 一点道歉的诚意也没有 还道歉 我暗骂道 现在是栽在你手里 奶奶的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君子报仇十年未晚 总有秋后算账的日子等着你呢 想到这儿 我释然了 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交易了 罗伯特说道 我的祖上老罗伯特先生是个中国通 大清时期 他在光绪朝廷上走动三十年 先后任大清清天间和陕甘总督左宗堂 对沙俄边界问题的谈判副事等职务 王胖子怪教道 那你老祖宗没有把我们中国的土地 偷偷地割让给沙俄红毛鬼子了 这是很有可能的 这些个老洋鬼子会干出什么成样的好事 俗话说 上梁不正下梁歪 从眼前这个烧杀抢掠的后背身上 就可以得出结论 我越想越有道理 不由似笑非笑地看着罗伯特 罗伯特脸很快地红了一下 挥了挥手 便解道 怎么会 我祖父因为在对沙俄和谈中有贡献 还得到过光绪皇帝遇刺的黄马褂 黄马褂 这么说咱们还是一家 我爷爷因为把慈禧老佛爷伺候的叔父 有功 也得到过黄马褂 大水冲了龙王庙 还不快把我们放了 王胖子又在满嘴喷沸地起哄 这么说 王胖子 你爷爷是小李子李莲英大太监 恭喜恭喜 原来你出自明文之后 可惜可贺 不过 李莲英好像没有命根子 也不姓王了 你这可是老耗子戴红鹰帽 冒充一品大猿 我细选了 奶奶呢 死老胡 你说什么 你才冒充李莲英的命根子 不对 你是说罗伯特先生冒充李莲英的命根子了 王胖子恍然大悟 哈哈大笑 看到罗伯特一脸尴尬 竟然怒气上涌憋青了老白脸 比较冷静的湿里洋荒芒打岔道 不要闹了 正是要紧 听罗伯特先生讲下去 罗伯特勉强忍住了怒气 说 但是 很不幸 后来我祖父在搭乘英武罗号 霍伦归国的途中 行至马六甲海峡一带 遭遇了海难 和船一起失踪了 经过我多年的努力 最近证实 在那一带的公海 有渔民发现了一条就是货轮的踪迹 经过最新一次卫星捕获的图像比对 很有可能就是失踪的英武罗号货轮 所以我想各位高手帮我一次忙 能找到我祖父的遗体 说着 罗伯特拿出一张卫星分析的图像 放在我们面前 那确实是一艘高大的老式货轮图 可是光绪潮的货轮 怎么可能会到如今还漂泊在大风大浪的海上 一直保持完整无缺呢 我心中一斗丛生 暗暗感觉不妙 可是从图上又确实看不出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我抬起头 对罗伯特讨价还价了 问题是我们并非潜水高手 在陆地上找木还可以 在海中可不行 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比如说专业的打捞公司 海上巡逻队等等 并且我想阁下也是高明人物 何必节外升职呢 罗伯特说道 我想我还是应该相信你们三位 胡八一先生是风水学士家高手 施里扬有先知基因 王凯旋先生也是有名的勇士 你们三位是完美的探险组合 并且我祖父归国时 携带有大量的轻帝三十年遇刺的金银珠宝 如果各位这次能顺利完成任务 我可以和各位三三分享这些金银珠宝 这次活动的所有费用 马上就可以从我这里置取 正所谓千穿万穿 马屁不穿 刚才还懒洋洋的王胖子 一听到有红货可取 立马来了精神头 我看了看施里扬 施里扬微微点了点头 看来以目前的状况 不答应也不行了 这个老婊子养的不是在和我们征求意见 而是把我们绑票 要是不先洋装答应 随时就有他妈的撕票的危险 要是这样 能不能活着看到明天早晨的太阳 就是未知数了 我洋装低头沉思了片刻 问罗伯特说 真的是三三分成 你能确定那条船上 没有他妈的大粽子之类的东西 我们可是净身出户 没有提前准备 罗伯特说的 有没有大粽子 我可不知道 以你的经验 你认为呢 胡先生 我摇摇头 说的 我看有点悬 事情不明不白 你还是先让我们回家收拾收拾 再做打算 我们可以先签一个合同 对 对 这叫有备无患 早做打算了 胖子连声叫好 罗伯特微笑着 我看他妈的是音效 摇摇头 说道 弄 弄 胡先生 我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一切 他按了一下桌上的电话 带进来 门一推开 一个卷毛的高大黑氧鬼子走进来 手提三个大提包 在罗伯特的示意下 放在我们面前 黑鬼子拉开提包 居然琳琅满目 紧身水铐 潜水镜 防水狼眼手电 分水刺 高压电井棍 荧光棒 登山锁 氧气筒 氧气罩 蜡烛 糯米 新鲜的黑驴蹄子 照明弹 防毒面具 指南针 工兵铲 黑折子 太阴爪等等 他妈的乌七八糟一大包 甭管用得上用不上的 全给带来了 有一部分看来 是从我们家中搜刮来的 这才叫真正的有备无患 这个老婊子养的罗伯特 是铁了心的改鸭子上架 逼我们上头 不去也不行了 这是杰克 你们的随行队员 他负责保管 你们的军火武器 罗伯特指了指黑羊鬼子 另外为了行程方便 我给你们准备了 这艘深海潜艇 这是美国海军 目前配备的 最新型军事潜艇 下潜深度 可达到海平面 以下三百海里 如果没有问题 你们随时可以出发 我操 这个罗伯特 还真他妈的有能耐 原来我们现在 身处海下潜行的 深海潜艇中 它到底是什么来头 我不由暗暗脚骨 罗伯特站起身 微笑着说 祝你们一路好运 我会再救金山静候佳音 却说 罗伯特这个老狗 一路把我们劫持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就五花大榜 发配马六甲海峡 寻找他奶奶的 老老罗伯特 这个大粽子 这在我胡八一的 摸金历史上 还破天荒 属于头一遭 实在丢不起这个面子 英雄不吃眼前亏 总要找个机会 报复一下 才能挽回面子问题 不 是原则问题 不过 以目前的情况 还是耐心的等着吧 还好 在我们同意合作后 留下潜艇的老魂球 罗伯特 遥控指挥 放了我们 给我们一定的人身自由 也是 免得我们手脚不能动 大便就地解决 污染了他的海底办公室 潜艇在海底 150海里的方位 全速前进 我们三个的活动范围 仅限于这个办公室 实在没有逃走的可能 我和施里扬 私下商量了一下 既来之则安之 等到了目的地 再寻机会行事 不过 实在是烦透了 除了一日三餐 还是那压的黑鬼子送过来 我们就没有机会 见到其他人 敌方情况不明 更不能贸然动手 况且身在海底 150海里的位置 陈教授的老命 还攥在他们手里 潜艇航行神速 不一日就到达了 马六甲海峡 经过超声波搜索 根本就看不出 什么蛛丝马迹 毕竟事情过去了 整整一百多年了 半日后 潜艇掉头像出现过 鹦鹉罗号过轮的 公海海域前进 王胖子终于忍耐不住 对我直嚷嚷 要求来点荤的素的 刺激的故事 包括人蛇大战什么的 来听听 防止脑袋生锈了 我也很无聊 就决定逗逗他 说就你的脑袋 生锈不生锈 有什么区别 这样吧 给你出个简单的测试题 过年了 我家有一头猪和一头驴 你说是仙杀猪 还是仙杀驴好呢 胖子一正了一下 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问道 这有什么区别 我说 我测试你呢 你倒问起我来了 快说 胖子挠了挠头皮 坑坑痴痴的说 那就仙杀驴吧 对了 猪也是这么想的 我怯笑的 那还是仙杀猪吧 胖子翻了翻眼皮说 那驴也是这么想的 我哈哈大笑 吃了一羊也忍俊不住 吐吃一声笑了 王胖子眨巴眨巴眼 终于明白过来 忍不住笑骂道 奶奶的死胡子 绕着圈骂胖爷呢 经过这么一番插混打歌 几天来的沉闷心情放松了下来 胖子顺手拿起衣架上的就沾帽 说 如果潜水带着他 会比较时髦吧 我回应他 那你再戴一条红羊毛围巾 更有派的 想象王胖子 头戴扁言沾帽 乌青脸 围着大红围巾 身穿紧身水铐 在一望无际的碧海中畅游的情景 我又笑起来 那情形应该像一条活成精的 鹤顶红大肚子鲸鱼吧 潜艇逐渐上浮 听到一阵哗哗的落水声 潜艇浮出了海面 原来到了唤气的时间 透过玻璃窗 可以看到瓦兰的天空 晴空万里 已是半下午时分 位置应该在太平洋公海海域 海平面上不见一只船只经过 天边一块火烧云 红彤彤的 像锦段般大面积扑开 潜艇定下方位 做经纬度测试 在这样的天气里 恐怕很难找到失踪的鹦鹉罗号货轮 因为根据线报 前几次鹦鹉罗号 都是出现在大雾或者大风暴的情况下 看来今天没戏场了 一轮红日照耀着大海 寺外更无人声 给人一片更古空漠的悲壮气氛 我常常出了一口气 经过这么多艰难险阻 内心深处突然有了一种 想要安定下来的萌豆 我不由自主地回头看失了一羊 没想到失了一羊也在看着我 目光一对视 他的脸羞红了 越发显得美丽动人 我痴痴地看着 口水都要躺下来 死胖子还在一旁起哄 怎么了 老胡图谋不轨 想吃我们羊大小节的豆腐 去你的 我抬腿一脚 胖子远远地蹦开了 故意捂着肥大的屁股大叫 原来是真的 失了一羊的脸更红了 天黑下来 暗潮涌动 起风了 海面上一派大雨 一来风满楼的潮湿气息 潜艇潜下去 想要找到一个 合适的地方过夜 潜艇在海平面下 50米的海域 全速前进 黑鬼子暗时送来了晚饭 是压缩饼干 红烧肉罐头 奶油面包和热咖啡 没有胃口的冬冬 我们刚吃完 突然潜艇猛地一晃 站住了 左右摇摆下来 船舱里一阵惊呼 夹杂着奔跑的脚步 失了一羊卷起一只书筒 贴在墙壁上 仔细听了听 脸色大变 说道 快 穿好游泳衣 怎么回事 我和胖子七手八脚地 从大包裹里拉出潜水设备 你别问 好像是说有怪物 也可能潜艇出故障的 失了一羊说 我们迅速穿好潜水衣 备好氧气筒 把所有的设备归类打包 没吃完的晚餐也收拾了 能带的尽量带上 等待事态进一步的发展 失了一羊突然指着玻璃窗 变了脸色 说 你们看 胖子用狼眼手电照过去 只见玻璃外密密麻麻 挤满了长条状的肉白色物质 一堆堆积压着 蠕动着 说不清什么东西 表面上还布满着 鞍唇淡大小的痘痘 令人厌烦于偶 海中生物种类几多 我们一时也分不清是什么 看来 船身就被这种数不清的东西 牢牢包围住了 没法前行 潜艇摇晃着 加大马力要冲出去 但仿佛无几于事 大风暴来了 海水汹涌激荡起来 这些东西像拔河一样 要拖着潜艇直向下拉 我查了查 包裹里没有配备 大杀伤性武器 就捡出分水刺 高压垫警棍 和弓兵铲分给大家用 胖子过去拉门 门依然从外边密左着 我们没有退路可走 这时 一只巨大的触手 从肉从林中伸出来 直接吸在了防弹玻璃上 触手末端 显出一只巨大的白眼球 试探着摩擦后玻璃 他忽然缩回去 无数只小吸盘 伸过来吸在玻璃上 猛然一发力 高强度防弹玻璃 竟然硬生生被拉成两节 一处海水刷地倒灌下来 劈头盖脸地打在地板上 轰然作响 我叫声不好 一把拉下面罩 手持弓钉铲 一个纵身 在水柱中横劈过去 十数节珊瑚枝粗细的肉汁 断落在地板上 还活蹦乱跳的 这是什么 胖子骇然叫着 用高压垫颈棍 戳在其中一节肉汁上 肉汁发出汁的惨叫 一股烧糊的腥臭味 而后从破烂的痘痘中 流出一丝丝的黑线 胖子刚要伸手 湿里扬叫道 不要碰 有毒 海水呼呼地灌进来 请客伸起脚踝 我和湿里扬轮流斩断 不是随海水伸进来的肉汁 然而 这些肉汁像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完全没有法子可讲 湿里扬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胖子接替他继续斩 我示意湿里扬快点 寻找逃生的出口 否则再过一时三刻 就算这些有毒的肉汁 不袭击我们 我们也会活活闷死 在这个现代化的大棺材里 我已经感觉到 潜艇丧失了动力 在肉汁大怪物的拖拉下 加速下沉 然而 蜜蜂门已经打不开 海水的阻力越来越大 湿里扬帆遍了办公室的 脚脚落落 也没有找到任何 可供逃生的出口 难道说 我们注定要命往此地 海水已经淹没了 我的半个身子 水中断落的 数不清的肉汁 奇形怪状 更是阴森恐怖 我刚一松懈 胖子怪叫一声 一只肉汁刷地 卷住了他的半个肩膀 我眼急手快 一产灰断肉汁 细长末梢 还紧贴在他的肩膀上抖动 胖子张着大嘴 恐惧地看着我 他有点口外掩斜 这个时候 还有空作鬼脸 不对 好像是中毒了 越过他的头皮 我无意间看见了 那顶搞笑的沾帽 一进入这个房间 我就感觉这顶沾帽 与周围的布局格格不入 仿佛是故意摆在那里 想要演示什么别的东西 这个时候 我脑子一击零 对尸里扬喊道 快 那个一家 尸里扬跑过去 拉住一架提了提 居然纹丝不动 才发现 是连根和地板 筑成一个整体的 仔细看了看 原来一架是上下两部分合成的 尸里扬摸索了一会 抓住其中一枝分支左右 胡乱拧了三圈 只听喳喳喳的响声 老板台后面的墙壁上 悬开了一个六尺剑方的 椭圆形的洞口 尸里扬叹身进去 摸了摸 说 不对呀 怎么是闭合的铁板 胖子已经开始犯迷糊起来 神情有点痴呆 手脚也缓慢了 我叫道 快 先给胖子指一下 尸里扬从包裹里 摸出一支强心针 跑过来照着胖子的胳膊 打了下去 潜艇在倾斜着下沉 海水侵满了大半个身子 我们都有点 要飘起来踩水的样子 胖子身子一抖 总算反应过来 妈呀一声 猎起着后退几步 一屁股坐在了 洞口前的老板椅上 没等我们反应过来 忽见椅子猛然加速 向后滑行起来 仰面朝天 一头扎进了洞穴里 隐隐听见胖子妈呀的叫声 伴随着一阵 喷气式飞机式的呼啸声 椅子从洞口缓缓滑行出来 上面空空的胖子不见了 我和湿里羊对望了一下 心头一阵狂喜 原来机关在这里 来不及多想 我示意湿里羊快坐上去 湿里羊一把抓起包裹 凝视了我一眼 咬咬嘴唇 仰面坐在了椅子上 看到椅子又退回来 我狠狠挥馋了几下 打骂道 去你奶奶的 老子不和你玩了 一个箭步跳上去 猛一蹬脚 椅子加速 向洞口冲去 我一回头 看见一条水桶粗的 长满肉流的肉汁 快速从顶窗 伸进房间 向我卷过来 我心头猛然狂跳 眼前一黑 一股巨大的推力 从椅子面上传过来 椅子向相反方向退去 我一个箭射 伴随着耳膜的紧促压迫感 我意识模糊 不由自主地张嘴尖叫 像一颗上膛的炮弹 向鞋上方加速喷射出去 海水倒关入我口中 呛人的腥鲜味 我清醒过来 慌忙往水面游去 风浪滔天 黑压压的翻滚阵 我游出海面 刚狠狠的吸了一大口空气 一个巨浪顶头盖下来 又把我砸下了海面 我挣扎着扶上来 头晕不眩 此知都不听史话了 到处都有风暴巨浪起来 我甩甩头 心中一阵悲哀 这样的恶劣天气下 根本没法控制住自己 只好尽量放松身体 随波逐流 还要防备巨浪袭来 事先钻入水下 静下心来 我忽然意识到 尸里羊和胖子在哪里 我拼命踩水 挣扎着之际身子向四周望 大叫道 小羊 王胖子 呼呼的风声水声中 听不见任何动静 我更着急了 又大声呼叫道 不然 身后方向传了一声 微弱的叫声 胡子 这里里子还没有嚷出来 就被风浪声打下去了 一个巨浪起来 我尽量随波登上浪风 模模糊糊看到 身后远处有一个白糊糊的浮状物 我奋力游过去 海浪老师把我向后来 几乎是由三步退两步 对方也尽量靠过来 就在我快要支撑不住 几乎要掉下海面的时候 两只手同时拉住我 把我拖到了跟前 狮里羊冲我笑笑 他脸色白弱 尽量地趴在巨大的冲气囊上 原来他和胖子 全凭着重气囊支撑身体踏水 胖子对我说 狮里羊在冲上海面的时候 被一条甩出的肉汁 不小心刺中了 刚打了强行针 还好没事 我看了看 包裹里的东西 大部分已经丢失了 我拉出一条绳索 从我开始 挨个把我 狮里羊和胖子绑在一起 防止风浪太大冲散了 风暴在持续 也不知还要多长时间 才能过去 只好挨个一时算一时了 胖子突然我道 狐子 那见鬼的怪物 还会不会再跟过来 我说 算了吧 应该不会 这么大的风暴 所有海洋生物都会避下去 没见他死尽地 拉着潜艇向下走吗 其实我也没有把握 只好宽慰一下自己了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见到了怪物的 那么多条肉汁 应该是腿吧 看不到它的全貌 谁知道是什么东西 话又说回来 如果看到全貌 谁知道我们 还能不能活着逃出来 要不是发现 罗伯特办公室的密道 我想我们要和潜艇 一起葬身海外口中了 胖子喃喃地骂道 他奶奶的这个罗伯特 回去胖爷 要扒了他的皮 当水靠穿 老洋鬼子不说 我们会在暴风天 见到他爷爷的鬼船吗 我怎么没有看见 真他奶奶的 我刚要打断他的话 让他平静一会儿 忽然尸里扬暗暗 抓着我的手 向后直去 我暗暗一回头 妈的 死胖子 真是乌鸦嘴倒霉 说什么来什么 只见 背后数十米的浪尖上 昂然飘着一艘 模模糊糊的老式货轮 全传没有一丝灯光 却说尸里扬在风暴浪尖上 发现一艘老式货轮 飘飘荡荡 没有灯光 幽灵式的在我们背后游荡 我们一时晋升 仔细观察了半天 却也没有发现一点生命的气息 黑夜中 高大的不翻迎风招展 也只是那么寂寞的摆着 胖子低声说道 要不 咱们游过去看看他压的 尸里扬赶忙阻拦 说 不要过去 我看有点古怪 我看了看我们 一个个筋疲力尽 还有两个伤好 在这样的风浪天气里 也不知道还能支持得了多久 附近也没有其他救生的船只 还不如干他娘的爬上去看看 我一咬牙 低声对尸里扬说 横也是死 树也是死 这么大风浪在海上 我们也支持不了很久 倒不如趁这个机会 爬上去看看 说不定大难不死 找到老老罗伯特的宝藏 还能借机换回纯教授 胖子赶紧附和道 是啊 毛主席老人家也教导我们 人故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红毛 我们要迎难而上 达到老罗这个帝国主义的直老虎 再踩上一万万只脚 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狮里扬笑了笑 对我说 你还是改不了急躁的脾气 也罢 咱们悄悄地过去看看吧 要小心 我呵呵笑着说 改不了了 除非有人管着我 我们转换方向 悄悄向货轮摸过去 风浪渐渐小些 可是前进起来 还是比较困难 我们都用一只手 奋力巴水 心头却绷得紧紧的 唯恐一不小心发出声响 惊动了船上的精灵 三人齐力滑了一会儿 本以为会很快到达船边 可是没想到抬头看看 竟然还是那么远 我们面面相去着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胖子和湿里扬一起看着我 我只好低声说 可能是黑夜里目测有失误 继续滑 我们硬着头皮又滑了一会儿 没想到抬头看去 那船还是在我们前方 几十米的距离飘着呢 难道是风浪推着货轮 也在同方向同速度同时漂流 或者是我们一直滑水 却没有前进 我让湿里扬 一直紧盯着前方的货轮 视线不要离开 我和胖子齐心合力 鼓足近向前滑水 滑了一阵 湿里扬低声叫道 不要滑了 看不出来它在移动 可还是那么远 感谢观看